杨幂被大牌包包现身机场 乃毒鸡血少女感 可惜外套险廉价最近这段时间 杨幂好像潜水了一样 很少有她的消息 近日低调现身机场的她终于被发现了 杨幂的机场秀一如既往的时尚亮眼 看来杨幂带货女王的头衔果然不是白叫的 自从扶咬完结之后 杨幂一直很低调 最近才被拍到在街场的照片 她背着一个橘色的大牌包包 显得非常抢眼 在绿镜的家之下 杨幂的奶油鸡显得少女感十足 看得网友直呼羡慕 超过的墨镜让她看起来增添了一丝神秘 果然是明星的标配 这样的杨幂看起来更加炫乎 这次现身的秘密穿搭依然时尚 白色的身微打底衫让她看起来清纯依旧 条纹短裤更是显得双腿修长纤细 难怪都说杨幂是腿筋了 只是可惜外套显廉价 杨幂这次的外套 选择了蓝色的毛衣开衫 和她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 居然有一种浓浓的淘宝风 网友也感觉这次秘密的外套有点寒酸 不符合杨幂的时尚风格吧 扶咬完结之后 杨幂也是随着再次大火 尤其是杨幂黑化后的表演 更是看得一众网友大呼过瘾 一直被称作妄男主体制的杨幂 这次也和阮兴天再次一起大火 剧中的战杯也和宗月 都是杨幂手下的艺人 难怪人们都说杨幂是最有良心的老板 自己拍大剧的同时 也不忘自己的艺人 自从电视剧扶摇播出后 大家好像就很少见到杨幂的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